下课铃声响起考生余冠走出应试教室 国中会考5月21号及5月22号两天登场 基隆考区共有2830位考生报考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考生都需戴着口罩写考卷 有考生觉得很紧张 没有考生认为平常就戴着口罩上课 对考试并没有影响 我也很害怕 我晚上直接睡不着 因为应该说我对会考这个观点 就是觉得它可能会影响我升学 我觉得很害怕 戴口罩考试会不会不错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平常上课也都带着 体育课也都带着 结果就习惯了 而在疫情持续升温下 基隆考区包括基隆高中 基隆女中及海大附中三处考场 共设置了12间第二备用市场 让正在居家隔离 居检及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的考生 使用市场应试 我想第二预备市场的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整个考场的一个农流人数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少的 我们把整个座位都拉开 那以及市场的一个监视人员 在整个一个防护的配备上面 我们都做足了准备 包含防护衣 护目镜 还有手套脚套等等 我想做这样的防疫 让监视人员可以放心 那也让我们应试的学生可以安心 第一天就有105位考生 在第二备用市场专心写考卷 监视委员也全副武装上场 第二天则有112位考生 使用第二备用市场 基隆高中方面表示 如果一般考生在考试期间 出现相关症状 在当节考试结束后 就会改安排到第二备用市场 继续下一科考试 不会影响考生应考权益 那如果说在考试过程当中 那我们接获呢 可能监视委员的一个反应 发现这个学生呢 他有一些呼吸道 或者是咳嗽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会去 请那个我们的医护人员 过去简单判定一下 那如果说确实有这样子一个风险 那我们就会立即 这节考试结束之后呢 那我们会把它 移动到这一个 所谓的隔离市场 那从下一节开始 他两天都会全程在隔离市场 来做应试 那如果说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接获到这个学生呢 他可能是PCR的一个确诊阳性的一个报告 那我们就会立即 就是让学生呢 立即呢 这一节考试结束之后呢 那我们会联系 他的一个家长 或者相关人员呢 然后立即让他能够 安全地离开我们的一个 考场 那后续呢 他就会 可以参加后续的一个补考呢 也不会影响到 他相关升学的一个权益 金融市教育处方面表示 今年国中会考金融地区 倒考率95.79% 其中有84人因为确诊 将改到6月4号 及6月5号进行补考 会考第二天 则发生四期 手机零响 及做错座位等违规事件 会考结束后 金融市环保局方面 也派员到三处考场 进行清销作业 会考成绩 这统一在6月10号公布即发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道